卢子敬三讨荆州未成 回到了江东 他没见孙权 先到柴桑来见周瑜 他就把当时那个场面 刘备怎么哭的 诸葛亮怎么说的 跟周瑜学说了一遍 周瑜一听 哎 完了 子敬啊 你又上了诸葛亮的当 他这不单单在蛮红你 欺骗你 而且他这是在欺负你啊 诸葛亮所说的那番话 是一句真的也没有 全都是鬼话 刘备当初寄居刘表的时候 他就有吞并这荆州之心 现在说他不忍去取西川 他对不起刘章 胡说 子敬你老是这么耳软心活 同情迁就 这荆州啊 咱们是永远也要不回来了 周瑜这么说 鲁肃是不是显得鲁肃这个人 太呆傻了 其实啊 鲁子敬是半点也不傻 在当时就在锁环荆州这个问题上 鲁肃比周瑜高明的多 为什么说子敬不傻呢 鲁肃在当时厚瀚三国时期啊 那是个见识出众的人物啊 江东的孙策一死 孙权继位 不是当时就向周瑜问济吗 周瑜说您要想成其霸业 首先 周瑜就把鲁肃 推荐给孙权了 鲁肃一到东吴 孙权把鲁肃 视为上宾 实则同桌 是敌足而眠 鲁肃不是跟孙权 有这么一番谈的话吗 当时他跟孙权说呀 肃窃料汉史不可复兴 曹操不可足处 为将军纪 唯有鼎足江东 以观天下之信 今乘北方多物 搅除皇族 进发刘表 竟长江所及而拒守之 然后见浩帝王 以图天下 此高祖之业也 鲁肃这番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根据他来看 这个汉室 完了 曹操当时是 携天子令诸侯 独霸北方 他势力很大 一下子灭不了他 那么我为将军你打算 你只有顶足江东 观天下之信 乘北方多物 就是这些诸侯啊 互相挑衅 你打我 我打你 您就趁着这个乱劲 把皇族这么一灭 然后进兵发刘表 据长江之险 您称王称霸 只有这样您才能效仿 汉高祖 是开机立业 鲁肃这番话 要是把它写成文章的话 那就是诸葛亮 刘备三顾毛鲁 龙中队的姊妹片 鲁肃啊 就有这么高的才华 你怎么能说他呆呢 怎么能说他傻呢 那么为什么又说鲁肃 在荆州这个问题上 他高周于一筹呢 这仇究竟高的哪呢 就是在对待荆州 和对待刘备来说 周于这次啊 他是犯了急性病啊 赤壁大战之后 他就想恨不能一下子 就把荆州 全都给吞并了 也想把刘备给灭了 实际这样做呀 周于不对 孙刘两家联合聚曹 才使得曹操有长乡一败 要是凭一方来说 不论是东吴还是刘备 谁也敌不了曹操 曹操就怕呀 孙刘两家拉起手来对付他 所以他不敢轻易正视这个江东 您别听曹操嚷嚷 今儿个发兵取东吴 以血三江之恨 明天起兵进江东 以血三江之辱 实际他不敢轻易起兵 曹操心里的不断的和解 我起兵行不行 我在长江可败了一下子 虽然没大伤元气 这苦头吃的也不小 再要一起兵 比较再来这么一下子 那曹操就完了 他为什么总这么合计呢 就因为孙刘两家在联合 周瑜要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 他应该呀 持稳重态度 不管是对人 对刘备 对地方 对京乡 他都应该这么做 周瑜应该怎么做呢 他应该一方面 是进行休整 打了这么个大仗 耗费前两损兵折将 那么周瑜应该招兵买马 恢复一下这个士气 随之呢 是聚草屯粮 借着赤壁一胜 把江东振兴一下 对待刘备呢 还应该保持着孙刘两家 那个和气 等到兵也强了 粮也足了 这进兵一取许昌 把曹操一灭 回过头来 你再把刘备吃掉 这京乡 不是自然就是你江东的了吗 可是周瑜他等不了 也难怪周瑜等不了啊 周瑜为江东那是真卖命啊 一个是他和孙策 有那么一层特殊关系 不但两个人是好朋友 而且还是亲戚 孙策死的时候 脱了孤 告诉他兄弟孙权 我死之后你应该怎么办 就是那个内侍不觉问张昭 外侍不觉问周瑜 孙权一见周瑜 就跟周瑜说了 说我哥哥临死说了些什么 那么作为我来说呢 愿功忘先凶一命 说您别把我哥哥的遗嘱给忘了 在曹操发兵去江东的时候 那周瑜不是跟孙权表示过吗 说陈卫将军决一血战 万死不辞 你说这个赤壁大战 周瑜花费了多少心血 有多少个不眠之夜 那么容易把曹操打败 周瑜恨不能这一下子灭了曹操 杀死刘备 让孙权统一天下 他觉得只有这样做 才算对得起孙策将军 所以曲南郡带了伤 让诸葛亮给气死两回 他都没有埋怨 他也常说大将上阵不死带伤 马格果尸兴也 死在镇上拿马皮把这尸首一包 这就是万幸了 周瑜为了江东 那是肝脑涂地死而无怨 所以现在他恨不得要把刘备一口给吞下去 恨不得把这京香拿过来揣兜里 周瑜这心里才踏实 这次鲁肃到荆州又白去了一趟 周瑜可真有点招了急了 他说鲁肃这个人耳软心活 特意宽厚 你这样办不了大事 那么作为鲁肃来说 已经认识到了这个联合的重要 他怎么不劝解劝解周瑜呢 劝解不了啊 周瑜有那么特殊身份 人家是江东三军大都督 为孙权开机立业 得江土那是他的使命啊 你说鲁肃怎么好深劝 再说当初也劝过 说咱们刚把曹操打败 不好立刻就跟刘备翻脸 这样会被天下耻笑 再说把刘备逼急了 他跑到曹操那边去就更麻烦了 孙刘连和是上纪啊 都督您不应该这么着急 可周瑜听不进去呀 那鲁肃只好就得服从周瑜 他现在一看都督又招这么大的急 鲁肃也有点上火 都督您别这么瞎着急了 您看有什么良策没有啊 有了 周瑜想出一条妙计来 你呀不要去见主公了 你现在就翻回荆州去 啊 鲁肃一听我还回荆州去啊 我不去了 去趟荆州喝顿酒回来了 喝顿酒回来了 这有什么意思 子敬这回你必须得去 你要这么这么这么说 我亮村夫孔明 是难逃我的罗王啊 鲁肃坐这又想了想 哎呀嘟嘟不行 您这个计策不太万全 周瑜说了个什么计策 他让鲁肃回荆州 你见着刘备跟诸葛亮说 他们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吗 说不忍曲西川打刘章 因为刘章是汉史宗亲 这回你去说呀 您不是不忍打吗 我们去打 孙刘连和天下皆知 原来我们的关系就很密切 现在呢 又做了亲了 这是亲上进 进进上亲呢 一家人一样了 我们呢 替你去收西川 等把西川收过来之后 作为郡主的嫁资 当时啊 郡主许配给了刘备 陪送的嫁妆不太多 我们呢 把这西川呢 就作为嫁妆 陪送郡主给你刘备 你把京香还给我们 这就完了 鲁肃一听 哎呀 都督 西川那么老远 咱们带兵去征伐 那粮草怎么往上运呢 那太麻烦了 哎呀 周瑜一听 我说紫敬 你可真是个实心眼的人 你以为我真想领兵 去打西川给刘备 我怎么了我呀 我这是骗他 要不怎么说是一记呢 这么一说 他听了种高兴 那么我人马一过荆州 他出来就得犒赏我的三军 我替他打地盘去 他不犒了犒了我呀 在刘备马前迎接我的时候 一个冷不防 我就把他杀了 我是名取西川哪 实得惊香 哎呀 鲁肃一想周都督 这个计可是够歹毒的呀 都督 您能不能换别人去 我不去了 啊 周瑜一听 那哪行啊 几次讨还荆州 都是紫敬你去的呀 这次去 不是主公都跟你发脾气了吗 怎么能换人呢 哎呀 鲁肃为难了 要去吧 我跟刘备一说 刘备就得中计呀 要是不去呢 还拗不过 鲁肃硬着头皮 好吧 都督 我马上动身到荆州 紫敬你前脚一走 我随后上表 吴侯啊 是请兵出征 计策已定 鲁肃就翻回荆州了 刘备刚把鲁子敬送走 一听说什么 又回来了 我说这位是怎么回事啊 他赶忙向诸葛先生问济呀 先生 紫敬可又回来了 他来回麻麻麻叨叨的左一趟右一趟的 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孔明一听啊 哎呀 主公 我看鲁肃回来的这么快呀 他根本没见着孙权 他准时上柴桑 把这个事啊 跟周瑜说了 周瑜又定了个计策 先生 是什么计呀 咱没见着鲁肃呢 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呀 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把他请进来 看他怎么说 咱们随机应变 再想对策 不管鲁肃说什么 主公 您就点头答应就行了 好好 我记住了 把鲁肃请来 鲁肃进门也乐了 自己也搅着 怪那个的 你看我这一趟一趟 这叨腾劲的 黄叔 诸葛先生 我又回来了 好啊 自敬 你一天来六趟 我们都表示欢迎 快请坐 见着吴侯了 见着了 黄叔 我家吴侯啊 对黄叔十分同情啊 也特别体谅您这个难处 您说管了荆州吧 您还没地方去 去取西川吧 还对不起刘章 为此呢 我主孙权说这么判得了 咱们两家既然是实在亲戚 那么您的难处呢 就是我们江东的难处 为此我家主公想派周瑜都督领兵 去打西川 替您去打这地方 德国西川灭了刘章之后 把西川呢 送给黄叔您 也就算作为啊 是我们郡主出价时的价资了 您呢 请献诚的 到时候您就由荆州这儿 往西川这么一搬 就算搬个家似的 把京香呢 再还给我们江东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哦 刘备听着不住的点头 心里啊 也一个劲儿就直合计 他头眼看了看孔明 心说先生 这怎么回事 这个 诸葛亮啊 满口英诚 而且是不住的称赞 哎呀 吴侯替我们想的太周全了 多亏紫敬的美颜哪 鲁肃心说 我还没见着吴侯呢 这都是周瑜都督的主意 好吧紫敬 再麻烦你一趟 回江东见吴侯 您把这个事情说说 说我们呢 就等着雄师到日 我们是犒劳三军啊 就是说周瑜都督的人马一到 我和我家主公刘备 一块去接他去 哎呀 鲁肃听着这儿啊 真替刘备和诸葛亮 捏着一把冷汗啊 心说你们要去接啊 那你们就完了 可是鲁肃这话又说不出口啊 他只得把牙一咬 心一横 那到时就要麻烦黄叔和军师了 哎 这说的哪里话来 江东起兵 取西川是为了我家主公 我们还不应该靠上靠上三军吗 哎 紫敬 回去见着都督和吴侯 您替我们致谢 甭谢甭谢 一家人嘛 啊 那我也不得呆了 那我也不得呆了 我走了 刘备和诸葛亮把鲁肃送走了 往回来啊 还没等进屋呢 刘备就问了 哎 我说先生 鲁肃这是要干什么呀 他说的这些能是真的吗 主公 鲁肃啊 一句真话也没说 他根本就没见着孙权的影 他从咱这走的时候准时到柴桑见着周瑜了 他领着周瑜的计策来的 此乃假图灭国之计 他能替咱们取西川吗 明取西川实际是为德荆州 等周瑜领人马一来 咱们出城一靠赏三军 他趁机就把主公宁给杀了 这叫出其不义 趁其不备 诸葛亮判断的一点都不错 周瑜确实用的是假图灭国之计 这个假图啊 就是借路 这个灭国呢 有这么一国家在春秋时候叫国国 当时的晋国呀 想把这国国给灭了 这国国有个邻居 这个邻国呀是渝国 晋国要想灭这国国呢 必须跟这个渝国借路 按道理来讲渝国不能借 那国国完了你也完了 不是还有那么句话 纯王齿寒吗 就指着这两个国家说的 结果呢 渝国让人家买动了 就把这个路啊借给晋国了 晋国把国国给打灭了 回过头来 也把渝国给灭了 这是春秋时期呀 这么一段战争故事 后来让军事家呀 给收入三十六计了 其中有一计就是假图灭国 今儿个周瑜就想用这个计策 得回京州 这条计哪瞒得了诸葛亮啊 让诸葛军事一眼就给看破了 那军事咱就别去靠劳三军了 把城门紧闭得了 哎 主公 那又何必呢 紧闭城门也不好使唤 那怎么办呢 哎 诸葛亮听到这和叹了一口气呀 本来是挺好的事情 孙刘两家联合聚曹 咱们在荆州这和 替他们江东守着门户 多好 可周瑜 非要三番五次的加害主公你 千方百计 迫使咱们离开荆乡啊 这就是攻紧的不对了 事已至此 我只好想个对策了 不管怎么说 攻紧纳 我们是绝不能轻易离开荆州 诸葛亮算铁了心了 既然在这扎住了 就得扎下去 说什么这地儿 也不能给你江东 周瑜今定此甲图灭国之计 是自取其货呀 可怜周朗死日尽一样 随后传令 让赵云将军守住荆州 如此这般 随后诸葛亮又派了四元大将 说等周瑜人马到荆州城下 你们四将是一起杀出啊 让关羽从江陵方向杀 让张飞从紫龟方向杀 让黄中从宫安杀出 让魏延从宜陵杀出 又派弥竹到江下去迎接周瑜的战船 诸葛亮在荆州点兵啊 周瑜啊 也正在柴桑派将 鲁肃刚走 他立刻就把表彰送给了吴侯 言明自己取荆州之计 吴主孙权答应了 周瑜啊 派大将甘宁为第一路先锋 派丁凤为第二路先锋 徐胜为第三路先锋 灵统吕蒙为后队 让黄盖随中军 派成朴领兵接应 自己亲率水汉两路人马 精兵五万 浩浩荡荡 就奔荆州来了 战船一到下口 周瑜就问啊 荆州的刘备可曾派人来接 骑兵都督 刘备派弥竹 在迎接都督 叫他来见我 弥竹一见周瑜 身识一礼 我奉主公之命 在此迎候都督多时 嗯 弥竹先生 这次我江东发兵 可完全是为了你家主公刘备 你应该回到荆州 告诉你家主公 多备洋高美酒 重谢我江东军校 都督 正是这样 我家主公现在荆州城外 静候都督的雄师到来 弥先生 你可以先行一步 谢过都督 弥竹告辞走了 周瑜把令旗一摆 进兵 周都督坐在船头的帅蛋后边 和他手下的重将是有说有笑 周瑜今儿特别高兴 周瑜在三江口群英会 大雁文武时候那个神器 今日又重现了 走了一段路啊 嗯 周都督猛的发现 不管是水面也好 旱路也好 鸭马巧动 一点声音皆无 一杆旗子看不见 一兵一卒也没有 这江面上 连一条船都没有 不对吧 荆州这是怎么准备的 哪有鸭马巧动靠上三军的 有人来报 启兵都督 战船已经到达了荆州 周瑜一想 哦 可能刘备在荆州城中迎接我吧 那也一样 他立刻吩咐 弃州登岸 这次一上汉案 可不像那回追刘备了 就那么几匹马 剩下全都是水军 这回 马不军 整整齐齐 周瑜率领着精兵五千 浩浩荡荡 就奔荡荡 荆州城来 远望成头啊 一无惊奇 二无士兵 只是有两面小白旗 随着风在那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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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白 周瑜一看差点乐了 这刘备和諸葛亮 怎么把这荆州给治理 怎么这么不景气啊 记得鲁肃还跟我说呢 说诸葛亮治理京乡有方 有方就治成这样 直冒穷气 这个地方交给他们呢 简直的都给糟劲了 周瑜想着这人马往前走着 接近荆州城了 举目一看果然 城头上就那么两感小琴 一点动静没有 周瑜吩咐 赶快过去 叫城 一名军校跑到了滬城河边 喂 赶快开城 江东都督周瑜 人马到了 随着这喊声啊 只听城头 一声炮响 当时是惊奇无数 刀枪跃远 哎哟 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夺口里边那藏着呢 为首一员大将 银盔银甲 速罗袍 累下佩戴轻功宝剑 手提亮银枪 赵云 赵云插枪拱手 都督都督 都督今日带兵 异域何往啊 啊 原来是子龙将军 怎么 我替你家主公兵取西川 子龙将军不知道吗 请问 刘宇舟 和诸葛军师 金安在啊 他们怎么不出城来 劳赏我的三军呢 赵云听到这冷笑一声 都督啊 我家军士 已经知道都督用假途灭国之计 名取西川 十想得荆州啊 特派赵云在此 并没有劳军的酒饭 只有弓箭 刷 说着 那强弓硬弩就举起来了 好 哎 子龙将军 你家军士怎么能这样猜忌多疑呢 我真是举兵取西川呢 哈哈 都督啊 你取也白取 我家主公刘宇舟说了 他和刘章乃汉史宗亲 是因为我家主公不忍夺同宗之基业 如果真的有人替我家主公把西川取了 我主公说他从此要批发入山 入山修道 他也不失信于天下 你不是要取西川吗 从那边绕着走 别老在我荆州城下这站着 哎哟 周渝一听坏了 自己呀 这点事全让人家给说破了 干脆攻城吧 他们相望上咱们一举刚要攻 有探报来禀报 启禀都督大事不好 从四路发来无数荆州人马 探报的话还没说完呢 四面是筋骨大肃 我喊杀震天呐 正东方一面大旗 上书汉兽庭侯 滚 哎呀 周渝这么一愣 城头上帮子就响了 不管你攻城不攻城 先射你一措 有什么话再说 周渝这人马就败起来 败不多远 只听耳边一声炮响 到边杀出一队人马来 中间一杆大旗上书 验人 到旗下一员大将连人带马 像一块乌金相似 是闪闪发光 只听这元将大叫一声 周郎啊 娃娃 可还记得你家三将军 哎呦张飞 周渝看咱们那边走吧 哪边走啊 东西南北哪边走不了了 黄忠从南边杀过来 魏延从北边杀过来 是四面都超 喊杀声瓷铁笔伏 莫要走了周郎 生擒周公顶 周渝还不下马 瘦手 更待何时 哎呀 周渝连急待气 眼都红了 可是就在这时啊 传来了一阵 悠扬的乐曲声 啊 周渝愣了 这怎么回事 在这刀枪毕日 万马斯兵的战场上 怎么会有人 吹奏这样的曲子呢 他举目远望 只见远处山头云罗散开 有两个人正在那举杯 劝酒呢 刘备和诸葛亮 周渝大叫一声 气杀我爷 金窗凳发 一头创下南桥 诸葛亮 三气 周渝